在这几个月以来,暴徒的暴力程度不断升级,他们所到之处都造成破坏,范围编辑、街道、公共设施、政府设施、港铁车站、商场、不同的小店等等。 他们更加是唯偶持不同意见的人,肆意袭击警务人员,令到整个社会里面的小市民活在恐惧之中。 到最近,事件也都发展到有个别的店铺被偷窃,甚至乎我之前所提及的有个别的商户被勒索。 在这种治安情况下,真是令人相当之担心。 当越来越多违法的行为出现,就令到香港的法治越来越差,荡然无存。 当暴徒大肆破坏冲击法治的时候,造谣者就趁机将责任转嫁嫁给警察, 企图将暴徒的破坏,不同的法律责任推卸在警察身上。 这种恶意中伤的行为相当之卑劣,我们绝对不会容忍, 我们会用尽所有的方法,对不同的违法行为进行详细的调查, 希望将违法的人成之于法,而我亦都在呼吁不同界别的人士, 切勿在言语上,行为上,甚至财政上,去支援,纵容,或者包庇暴徒。 我们对所有违法行为都会予以打击, 希望令到香港的秩序尽早重回正轨。